嗨 恰恰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两盘精彩的身份举 第一盘的话是这个神司马懿一为七 那么这个武将本身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 就是非常非常出彩的这么一个武将 对吧 他只要进入节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 而且神司马懿进入节奏之后 你对任何就其他场上的人 对于我们的价值就是人头 甚至对于神司马懿来说 反贼最好忠诚也无所谓 打死了反正还是我的回合嘛 这个就比较恐怖了 这个是那个妄尊元术的 这个是妄尊元术 肯定是反贼 一般妄尊元术能够当忠诚 当然现在这个群世家 因为我离开这个也已经很久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特殊 或者有这种特殊癖好的 这种主公能够给那个让元术 这个妄尊元术给他当那个忠诚的 好 这个是反贼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他应该是希望通过打击 这个孙策来这个伤这个黄盖的 因为黄盖的血还是表示钱那么好 三连版 那咱们这个牌其实非常非常不错的 两个无中生有无中生 然后丢啊 这肯定丢的嘛 好 这一下瞬间觉醒啊 四哥 也不是不是瞬间 再等会我们的决心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五股风灯 哎呦 这个五股风灯放得好呀 咱们正好也是需要的 排队我们来说是韩信点兵多多一山吧 好 这是元坛元上 这个元少的儿子啊 这也是天才 把他们俩搞到一起 其实他们俩关系不好的啊 他们两个是那个势同水火的啊 这个元坛元上 后来元氏家族内讧 就是跟这个有直接关系的啊 这两个人也能放到一起 我也是觉得这个 这个狗卡真的是 是吧 这这这不能叫天才吧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词来骂他了 对吧 你说什么国图旁击放到一起 我还能理解 对吧 这俩人也放到一起 对吧 真的是这个 哎 无力吐槽啊 好 看一下这个技能是内阀 大家如果不熟 你可以看一下技能啊 不过 如果您要是那个啥 呃 只是看我视频 你不玩这个游戏 已经看不看无所谓的 因为这一盘来说 主角不是他的 他对我们意义来说 我说过了 他对我们的意义 就是一个人头的 当然对于历史上的曹操也是这样啊 他们俩就是曹操自己都知道 对吧 根本不需要我来动手 自有人把他们的人头给我送来的 所以说这样一个局势之下 对吧 好 这个地方打孙策 无所谓啊 只要孙策不死 这个孙策也死不了 咱们有桃子的 而且咱们即便发动 技能玩杀 这桃子我们也可以救孙策 所以孙策这个技能 看你这个曹操怎么打了 曹操你敢不敢 这个时候他还是怂了 不敢打孙策 实际上无所谓了 你看这个正好帮我们的忙 因为我说过了 黄盖就算是忠诚 对我们的意义来说 他也人头那么好 漂亮 这个白神了 好 发动这个技能 对 对玩杀 你一定要先用的 然后只要黄盖死 漂亮 好 黄盖只要死之后 后面那个反正死不死 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一个一个收拾你的 一个一个收拾 一个都跑不掉的 一个都跑不掉 好 然后铁锁连环 OK 好 然后把那个对这个武器 把他丢牌 对继续丢 反正是我们的回合 而且能保证足够多钟 人界标记 你还有这个技能的 这个非常弯的技能 这地方的话 因为这是红杀 他秦密如果发动这个技能的话 他这个 他肯定也是要必死 那其实秦密还不如 但是秦密也无所谓了 因为秦密死了之后 下一个 首先我摸三张牌 第二个还是我们的回合 这个我们过转 属性杀太容易了 好 那这下的话 他们都可以托管了 意义都不是很大了 对 继续丢牌 好 但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人界标记足够多 所以你 如果你要是有装备 是可以挂起来的 因为反正装备挂起来之后 待会的话 咱们可以制衡的 好 这已经进入节奏了 好牌子已经来了 这个官师傅已经来了 好 这个对 把这个端 打这个打的非常细的 先把这个装备 这个武器这个啥 那个把那个挂 那个制衡掉 然后再把这官师傅挂起来 好 我和拆桥 这个马和那个 这个 我觉得这个马和那个啥 我觉得这个马和那个 八卦都是可以挂的 不挂吗 其实我觉得 挂一个也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 不需要那么多人界标记的 你们现在应该引够了 好 激略的对杀 这个斧头下去 肯定死人的 肯定死人 这个只要死一个就可以了 只要死一个就可以了 而且 咱们现在状态 可能都不需要这个杀 这肯定要制衡一波 哎 漂亮 连组过出来了 这个地方 你就不能说 他是什么先书了 人家过拍量这么大 过来连组太正常了 大家连数据 他过了多少拍了 而且这一轮就算 搞不死孙策 给你 现在我给你孙策 加一个技能不屈 我们都不屈你啊 我就这么说 我现在给你孙策 加一个技能不屈 咱们可以继续搞你的 就是神四马懿的能力 你看这全场 对吧 谈笑之间 强谷恢复威烟灭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盘 第二盘的话 是这个刘晨 这个刘魏的这个孙子 这个刘魏孙子这一代 他和那个曹操那个孙子 那就是那个 至少可以匹敌一下 毕竟那个曹瑞不错 刘晨咱也不差嘛 但是儿子呢 一位 对吧 就是那个刘晨 和那个曹丕 当然三户山里面 技能够有迁就 但在历史上面 这个名声差别就太大了 好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 这种的话 开个南门 好 看一下啊 这个出个沙 好 这些的话啊 这个仇刺 看一下西日才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宗层 应该是宗层 他没有怕他了嘛 好 这种是好招 好招 还是很强悍的 好招的话 再的话 让诸葛亮都 呃 奈何不了 这个 后来诸葛亮被拔的时候 好招一个人 对吧 义父当官 忘乎莫开啊 好 我们看一下 许游 许游跟那个好招 那完全不是一代人的 那许游是观渡之战的时候 好招是诸葛亮 后来被拔的时候 对吧 交代一家人 后来许游也是很早 就被后来被咔嚓了 这个是反对贼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左瓷的话 杀一刀 左瓷也是反对贼 左瓷的话 嘿 这个左瓷干什么 给呀 你不给你花上这个技能干什么呢 我觉得这都搞笑的 这干嘛不给那个许游呢 而且这个 你左瓷有这个技能挥拓 他们不一定打你 对不对 你 他很有可能是成为主龙方 那个激火对象的 好 你看咱们这个牌 可能也非常不错 看一下 杰鲁郡的话 那个 杀 这个也是反贼 看一下孙姿流放 孙姿好过 孙姿欣羊 看一下他们 这个是反贼 这个是主龙 骰着主龙方 这把江面合一 那这么看见 这个应该是内奸吧 常理来说 因为细致才 毕竟不适合当内奸 常理来说 好 这来到火宫 这把的话 到最后肯定看我们 我们这手牌 还是很赞 我们这手牌 非常非常赞 好 杀 闪 那么 云术的话 好 这个 可以啊 这个决斗 看一下啊 因为那个他刚才是有这个技能 把他震鼓 所以说云术 拥刺完之后 还是把黑牌 补到这个武装 这个杀 看一下 哇 真厉害 好 凌凉寸断 好 给他贴一下 那这一下好招 我把他打光 这个战力就非常非常强了 八牌 这个就非常非常爽 好招 这个武将战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有时候你把牌打光 拔别人的牌 这感觉就非常非常帅的 这尤其是那个啥 对方有很多牌 他可以给他拔一下 那 通快的这个 这个畅快之感 无语 那个 无语伦比 好 这个南蛮入侵 这个过拆 这个过拆 我们留着 我们可能还有想法的 就到时候 那个可能要 打光之后 把他们拆掉之后 我们可能战绝 这样子 好 来一下 这肯定旧啊 这牌毕竟那个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 然后给他上牌 好 南蛮入侵 两个南蛮 因为这个呢 牌还是 看一下 这个人的话 那个旧元树 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鬼啊 我觉得如果元树 那天这个可以不用旧的 因为这个南蛮过去 我们流程还是可以发动进攻 这一下 他的打的也是有点瞎 好 那么 杀 内奸有的时候 该杀忠诚的时候 一定不要手软的 不过 不过如果 我觉得三国杀到现在 应该 下都是老玩家了吧 老玩家这种凑 还会翻的吗 这个 不管了 好 这个牌到9 直序 咱们不怂的 有套咱们照拍 不 好 就这样 因为后面是戏着才动 所以说 那个杀一刀 看一下 毕竟元树是内奸 果然 前有 这个内奸 你刚才 如果把戏的材弄死 多好 真的是 这个桃子留在手上 你空场多好 好吧 当然这样也安全 为什么呢 元树 以血肉之需 挡住了 这个好 状 这么一个 它陆续 应该脱不掉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 看怎么打 9 杀 这个 那必死了 怎么的救不过 那么元树上有没有桃子呢 看到有没有桃子 吃个桃子 好 继续丢 继续跟自己丢掉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可以 好招可以给我们布脸牌吧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需要牌的嘛 对吧 流程还是可以啊 流程展示的 是非常强大的战兵 待会儿 把它们两个全部干掉啊 流程绝对有这个能力的 对 我们觉得这个有这个能力 好 那么有桃子你就吃啊 没桃子 因为你要把血量撑 血量撑你来才得多倍 漂亮 这个牌神了 神牌在手 天下无敌 上 一下啊 能的话成败在此一举 那是什么牌啊 说什么 再决斗一下 好 直接战决 直接把这个陆续收掉 漂亮啊 这一波 好 这一下还是非常非常 赞打流程 绝对展现了 这个超强的这个个人能力 好 那么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